頭戴安全帽走在路邊 順手將偷來的手機塞進口袋內 嫌犯騎上停在路邊的機車 隨即逃逸到前方的路段 靠右邊停了下來 疑似再查看剛剛得手的手機 知識桃園網路警察看到有人PO出一段影片 是機車騎士搶奪路人的手機 便主動發起偵查 掉於路口監視器畫面追查之後 發現被害人並沒有報案 於是警方回到事發現場等候多時 終於等到這名施主 警方立刻申請拘票到蔡姓嫌犯的住所 順利將他逮捕歸案 蔡嫌公稱因為他缺錢 所以他去搶手機然後變賣 但是被搶的手機 因為那個有手螢幕鎖 沒辦法打開 後來又把該手機搶的手機丟棄 原來嫌犯犯案時 所騎的機車也是偷來的 這名搶匪因為缺錢花用 到處尋找可以下手的目標 終於搶到路人的一支手機 卻因為無法開鎖 所以嫌犯又將手機丟棄 現在被帶只能夠進監獄吃牢飯 記者黃祖華林指會桃園採訪報導 你總過牆幾屑